大家好 我是吕捷 我是舉經 以台灣為原心 讓我們一起來 攔截新聞 被叫做歷史名師 是什麼樣的感覺 實至名歸 眾望所歸 那被叫做補教廊師呢 我覺得你比較符合這個名字 政治迫害 像你這般 我想要被叫做補教廊師 也是有一點困難 不是 你要知道 這幾年在台灣教補教的形象 基本上是比那個黑道還差的 尤其是在那個補教廊師事件 發生之後 以前人家看到 你教一下 現在人家看到 你教一下 不然我做討論 好啦 我們今天特別要邀請到 你的競爭對手 還有遷徙世代的孩子們 你知道畢竟時代不一樣 我們人在進步 我們也要知道現在孩子 到底在想些什麼 你知道從台灣 我們台灣從抗議 都受到全球的矚目 那還把我們的護國神山 搬陶體供應鏈 身為台灣人 是不是感到很感動 很驕傲 但是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 這個想法有沒有延續我們的光榮感 我們今天一起來討論 首先先歡迎節目來賓 首先我們來歡迎 我們說美女老師 你知道她教的科目 是最忠誠的 你以前虧過人家是不是 沒有啦 要知道她教的科目 這種科目不容易 你知道所有人都有可能會背叛你 對 但是只有數學不會 因為數學不會 那就是不會 歷史不會還是不會 物理不會也是不會啊 來 我們第二位 我們說第一位 劉靖老師嗎 那第二位 我們的朱天賢老師 你光看髮型就知道 留得跟安斯坦一樣 沒有啦 安斯坦 一百多分啦 有沒有 一看就知道 物理天王 你剛剛身體現在不是公文講說 她這幾年變胖的 不是嗎 跟你一樣 我當年認識她的時候輕瘦 風流倜傍是不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問她跟女學生 有沒有曖昧的關係 再來第三位 我們的立法委員高鴻安 很多人看到她 以為她是立法委員 你知道她當年也是我們 補教界的同人 有誤入歧途過是不是 曾經曾經 但沒有被人家說 那我接下來來歡迎一下 學生代表們 首先來歡迎台大學生黃澳天 大家好 我是黃澳天 我現在是台大圖資系 雙主修社會學系的學生 那跟大家分享我的三個關鍵字 第一個是新聞 我未來想要做的是 新聞媒體類的工作 那第二個是荷蘭 我之前曾經有到荷蘭 去當過交換學生 那第三個是陌生人 我還蠻喜歡跟陌生人聊天的 不管是在酒吧 或是在什麼樣的情境 所以今天很開心 可以來到這個節目上 跟很多不同想法的同學們 一起交流 謝謝大家 好 給你一個關鍵字 想要念新聞系話 趕快轉行 另外的第二個學生 清大學生周詠晴 大家好 我是周詠晴 那我目前就讀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 學習科技學系一年級 那雖然我讀的是 教育學相關的學系 但我的興趣是研究 政治以及戰略相關的議題 好 再來是 政大學生張靖虎 大家好 我是張靖虎 我目前就讀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一年級 那我的興趣就是傳播學院 那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 是熱音社的公關 那時候玩得非常誇張 在校成績 曾經達到校牌1% 倒數1% 非常厲害 畢業典禮前一天 才相當驚險的 拿到畢業證書 對 靖虎同學可能 差點被爸爸揍死 再來是台師大學生張穎珍 大家好 我是師大國文系 然後目前我在服英語系的大三 那我的興趣就是 我非常喜歡玩遊戲 然後也很喜歡看動漫 然後我今年是 師大人文電影節 開幕式的主持人 同時也是節目策劃部的布圓 那也是去年在海峽兩樣辯論賽的 師範大學隊的選手 對 謝謝 好 有機會變成未來電競高手 再來是世新同學高敏傑 大家好 我是高敏傑 我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系三年級 我的專長就是叫便當 還有吃外賣跟吃宵夜 不好意思 叫便當算是一個特輯嗎 是 這是一門學位 你以死為天 妳是怎麼說 OK... 對 然後同時 我也是一個批圖大師 這個我也很厲害 這個我也可以 你們那個是修圖軟體 台積電講得人才者得天下 那台灣最寶貴的 就是我們這些孩子 這些人才 他們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梁 只是這幾年 很流行要到國外去 不管是留學 遊學 交換學生 甚至是打工度假 好 到底打工要打什麼工呢 現在很多同學 真的是滿跨界的 大家 我們剛剛說到人才對不對 是啊 人才其實有很多面向 你電競選手也是一個人才 沒錯 當YouTuber也是一個人才 天生我財幣有用嘛 對 你想要做365行之外的哪一行 可能這一些都是未來的人才 很多人說現在讀書 可能不見得真的有用囉 很多人好像好奇說 那我到底薪水怎麼樣 畢竟要自己自我定義嘛 你第一份薪水多少 老實說 你問的是打工 還是有正式上班的 正式上班的 正式上班的一個月 看case啦 大概在15萬到18萬不等 你詐騙集團 那如果以補教界老師來講 你第一份薪水多少 其實我們說實在話 我剛踏入補教界的時候 我的薪水其實還滿高的 就是我們終點費還滿高的 後來我才知道 為什麼他會找我去上課 是因為那間補習班快倒了 沒有人願意來上課 所以他就硬拉著我去上 然後那時候他開的 終點還滿高的 但是你領不到 為什麼 老闆跑了 對 所以你算是運氣還不錯 其實我說OK啦 我在補教業路 走得算坎坷而已啦 好我們就來問一下 我們的同學 因為當然第一份薪水 大家滿在乎的嘛 好你們第一份薪水 期望是多少呢 請秀一下 好四萬三萬 三萬到四萬 三萬五到四萬五 怎麼差不多都是落在這個數字 好啊 至少比新本薪資好一點 但我們問一下澳天 澳天你台大的耶 為什麼不會想要拿高一點 你還雙修耶 你雙主修耶 為什麼不想拿高一點呢 也不是不想 可是 因為比如說我未來想做 新聞媒體業的工作 那我也知道 這個產業 你寫太高了 沒有沒有 這只是 只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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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嚴格幫他們算過 你知道 在鏡頭裡面看不到那些人 你知道嗎 他們算下來時薪跟加油 但差不多 你現在是要他們回家是不是 你現在是要逼他們回家是不是 不是啦 我們是實話實說 我尷尬人 我可以說白痴 那你去實習的時候 是不是有聽聞過就是 差不多第一份薪水 你就落在這裡 如果台大這個光環有用嗎 就我的認知應該是 沒有太有用 就大家都是從 同樣的位階開始 然後就各評本事 自己努力 對 所以你會不會認為 就是念書念到台大 那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我覺得其實幫助還滿大的 就算裡面的東西 可能不能真的實質 轉換成金錢或是你的薪水 可是比如說 要對於你把你這個工作本身做好 比如說我想做新聞業 那我這個新聞可不能寫得好 我能不能報得好 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 變得看得更宏觀 更全面 這些都很仰賴 我在學校裡面所學習到的 不論是社會科學類的知識 或者是進行一些邏輯思辨 去訓練自己的一些 表達能力跟觀點 我覺得這些全部的還很有注意 而且我覺得在學校面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結交到各行各業 各式各樣不同的朋友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 它也不是一個 你可以實際化成薪水 但對於我個人的未來跟 你再講下去 我覺得你要去選模範學生拜託 你知道嗎 沒有 我沒有很優秀 好 所以靖虎 你之前有打工過 是啊 打過什麼 我有打工過林彥 然後我有去星光彩虐 問人家要不要辦Happy Girl 然後還有去婚禮端過盤子 就是我當過內場 但是那時候端盤子的時候 我就是有點笨手笨腳的 然後端一端那個主任就說 靖虎 你不要鬧了 你來這邊 就變成是幫那個新娘開門 然後就這樣 158 領那個 就這樣開門 然後就新娘進來 進場 然後拉開 然後再關回去 然後就領錢 婚禮那一場 滿輕鬆的 那他們包紅包給你啊 你說新娘嗎 開車門啊 沒有 他是開餐廳的門 那個進場為什麼 橫盤的那樣 不是開車門 沒那麼好 你之前去打工是演那種 就倒地的那種嗎 我演樹 我就這樣 你演樹 你認真 不認真 我演的是大學生 你上次被打這麼說 沒有 你去動物園演工讀生 可能比較快 對 你穿那個新鮮裝 對 那你之前為什麼要去打工 當靈演是不是 當靈演 因為其實我是滿想要 走進那個演藝圈 這個很窄很窄的窄門 那我想說那不如我們就先從靈演開始啊 他既然給我這個機會那我就去了 然後到現場 也是有點像現在這樣 然後當時就是我嚇壞了 就是終於踏進這個夢想的舞台 很驚訝 然後就是上次數看看次數看看 然後那時候看到很多明星 我記得我看到郭學福 然後還有看到那個楊宥寧 演那個中破塞那個 然後很想跟他們搭話 但是都被工作人員阻止 然後也不能拿手機出來拍 對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演的是一個大學生 反正那個 導播還是誰就跟我說 靖吳你等一下就自己想想 你要演什麼 麻煩你從這邊幫我走過去 我想說OK OK 沒問題 然後我在中間自己講很多廢話 結果我後來發現 根本就沒有收音進去 他只有拍到我的背影 好辛苦 好悲苦 真的 我就一直想一直講 然後都沒有收音進去 你不要難過 周星馳也是這樣上來的 對不對 周星馳喜劇之王他有講過 他就是拍他自己的故事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來問這在座 五個學生裡面 唯一一個有房子的 明潔 那你打什麼工 除了寫業配那些以外 其他就沒有打工 就好好當個乖孩子 孝順爸媽很重要 你爸媽不會看這一集的 不會多給你利用錢 所以我看你的經歷 有一個外賣一品見賞家 這是什麼啊 這個其實就是 我很愛吃宵夜 所以對於宵夜頗有研究 要點哪一個就很好決定這樣子 然後不能點到雷了 其實就叫便當 然後叫宵夜是一門大學問 你叫的好 別人就會覺得你很棒 你叫的不好就會被鹹死 因為吃很重要 鏡虎不認同 這我也會啊 看那個Foodpanda 那個星星就好了啊 對啊 敏捷他也會啊 那你有覺得你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是在IG上面有經營 然後偶爾寫一些業配文 然後分享文 或接一些業配的活動 但是因為我的粉絲沒有很多 所以一篇文大概很少錢 就一兩千塊 可是這可以就是練文筆 然後 唉唷 對 修圖的修圖的 然後照片在後面 秉潔這是誰幫你拍的啊 這是一個好姐妹幫我拍的 那個時候我們去 ORAL-B的那個業配活動 妳牙痛嗎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照有很多小配模 就是牙痛 頭痛 肚子痛 或是手啊 然後有骨折怎麼樣的 就是你只要擺出 越誇張的動作 你的照片就會越好看 不可以怕尷尬 一定要動作越大越好 這樣子也比較好修圖 妳可以修一下嗎 要怎麼樣擺嗎 就是你可能要這樣子 遮臉 這一招真的很好用 你把你一半的臉擋起來 修圖就會比較神勢 或是把手這樣子擺開 有啊 鏡虎把他臉遮起來啦 但我覺得沒什麼差耶 有用耶 沒有沒有 鏡虎你這樣遮不對 你這樣遮不對 你要怎麼遮你知道嗎 你要這樣子 其實不多啦 可是就是因為像有一些 化妝品的業配 他們會像是互惠 他會免費送我一些化妝品 就是我就可以減少那些的支出 然後可能一篇文 有一兩千的收入 然後每個月大概是一兩篇 因為我也沒有很積極的接 我都是隨心所欲 開心就好 對 那妳的朋友有很多 都在接業配嗎 現在的大學生嗎 有有有 我超多朋友都是大網紅網美 然後他們隨隨便便發一篇文 甚至是IG的那種限時動態 一篇文都五千一萬兩萬這樣子 我覺得好羨慕喔 我也想要粉絲很多 所以隨隨便便他們就是一篇業配 就可以賺到五千一萬塊 上萬元都有 就是開啟一張照片 所以妳聽過他們這樣 一個月收入大概多少 我估計可能超過十萬 因為他們的更新率其實都很快 就是那些大網美 他們兩三天就會有一篇文的產出 然後業配的曝光率也蠻高的 那一些其實都是有商機 都有錢可以拿的 鏡湖又不認同了是不是 為什麼 這個工作我其實也蠻想參與的 但是好像他蠻在意長相的 所以恐怕就 對 對 妳終於說對一句話了 真的 我很積極的找業配 就說這個我會代言 我幫妳介紹這個啊 還是說要不要考慮一下 哈囉 哈囉 廠商 就接不到啊 所以還是會有差對不對 女生可能這個市場 比較容易切入啦 但是影真你的工作 作文的打工內容好像比較不一樣啊 對 我就覺得 天啊 我是國文系人 然後我就只能改改作文 然後接接家教 然後作文那個一張才25塊40塊 就是又很低心 然後我就 等一下 你改一張作文25塊40塊 就是我有改過25塊 也有改過40塊 欸 很高了欸 很高了你知道嗎 那真的是一種精神折磨 因為他們寫的東西 他們字都不會 就是話都不會講 然後字都會漏掉 然後就是很愛寫 不會寫又硬要寫 然後你就要看得很痛苦 還要幫他們修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辛苦的 就是前世殺錯人 這輩子才改作文 對 我大部分時間都很喜歡這份工作 就是有時候 因為他們字數一多 然後東西寫得又 就是沒那麼好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崩潰 真的很累 然後要改好久 你知道我們以前看過那種 其實我以前在補習班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國中生的作文 那個真的太好笑了 那種用字潛詞 你真的無法理解 下午6點終於到 我的爸爸陸陸續續回來了 你的爸爸陸陸續續那麼久 你媽在幹嘛的 然後爸媽豢養我那麼久 豢養你出貨 養育啦 豢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賺錢的方式呢 包括陸影珍 你好像是在網路上面 你會玩遊戲是不是 對 實況主嗎 不是 不是 我只是 就我之前有想過 因為像現在 越來越多這種職業 然後還有人是 你不用自己露臉 他那個公司 他就會幫你弄出一個 可愛的動漫人物 虛擬人物這樣 對 然後你就用你的聲音 然後你自己玩 可是你的臉 就是動漫人物的臉 然後就是現在都超紅的 可能有一兩百萬的訂閱 然後你就可以賺很多錢 然後又有很多粉絲 就一開始就覺得 就是蠻羨慕的 因為我自己也很愛講話 然後我就覺得 我很有趣 就是我搞不好做這個 也可以就是有一點收入這樣 可是就目前也沒有 以這個為打算 就可能還是以教學為主 所以我可以問 另外一個問題嗎 像你們應該都有 自己的社群網站嘛 你們會在乎 每一篇文章 戰術有多少嗎 會 會 就已經很少了 應該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們都會在乎 比如說像敏捷 你像你最多的一篇 多少個讚 其實很少 講出來有點小丟臉 就是五百多而已 對 對 所以大概多少 就是五百多個讚 很多啊 就是IG上 我也才兩萬多啊 但詠勤你自己好像有在各個 很多媒體上面投書 去投書 騙稿費 要不然我賺稿費 賺稿費 賺稿費 這是你的興趣 然後你希望可以用這樣子 打響你的名號 還是你有一些附加價值呢 是一方面 寫那個是興趣啊 就是把我 有一些所見所聞 然後或者是對什麼 所謂不公不業 不是不公不業 就是想講的東西 再付諸在文字上面 你發表自己的臉書 IG也沒有錢賺 可是投稿還有錢賺 對啊 臉書IG沒有人看 然後沒有朋友 對啊 我就只能投稿到 在那個媒體上面 對 那一方面 就像主持人剛剛說的 就是有一點打響名號 可能以後 或許人家講到軍事了 或可以想到我之類的 這樣的概念 對 那稿費只是附加 因為有一些媒體 他不會給稿費 對 而且稿費錢也不多 你們現在寫一個字 大概多少錢 一塊 一個字一塊 有一些比較大的媒體 或者比較難投上的媒體 就可能1.5塊這樣子 對 標點符號賺錢 這個好問題 這個我沒有注意過 他因為投稿過去之後 標點符號賺錢 可以多賺不少 就整邊都在點點點點點 然後被推稿 上下引號之類的 不過就是 因為投稿過去之後 他們會再幫你刪減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他們就 那個錢到底是怎麼算 那像這樣子 你一個月大概可以 因為稿費拿到多少收入 真的不多 因為平常我寫這個 大概八、九萬 沒有那麼誇張 可能剪個兩個零之類的 沒有就是 因為我平常 主要還是比較多在 學校科學還有活動上面 寫這個 有時間才會寫 你們是不是都很擔心 爸媽看節目 有一點 沒有沒有 對啊就是 就是平常不會有太多時間 去寫這個 一個月就大概兩三篇而已 那有扣除掉一些 不會付稿費的媒體 那可能就是 一兩千而已 那我再問個題外話 你們爸媽有加你們的 臉書或IG嗎 有 我爸不加我好友 你媽不加你好友 對啊 你確定是親生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加好友 他就不加我 那你爸媽加你的臉書 你會把你們真實的生活動態 PO在上面嗎 還是封鎖他 還是每天PO都在圖書館 健身房 然後充滿了人生的色彩這樣子 篩選過 有些不想給他看 就會放自由什麼 就是會限制他 對 就不會全部都讓他看到 那你有因為 你媽看完你的臉書之後 跟你聊什麼嗎 有耶 而且他那個 他都會在我看完電影的時候 跟我底下留言說什麼 很貴耶 什麼又不好看 就是他都會 在底下留一些很殺風景的話 想要跟你拉近距離是不是 對 可是因為他講話就是比較直接 所以就是聽起來很下風景 然後不然就是 可能我出去玩 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他就會問說 你什麼時候要回家 對啊 該回家了吧 不然你叫他留言留什麼 你不要回家 沒有 就是他都 他會表達他的關心 對 就是看藉由那個 然後了解我的生活 所以你們有同學 有比較特別的打工嗎 看娃娃機的 看娃娃機 夾娃機不是那邊沒有人看嗎 就有些人會去 偷娃娃機 然後抽那麼零錢 怎麼打過 所以他等於在那邊當保全的意思 對 他就坐在那邊看那邊滑手機 然後就基本死刑150 那如果有人真的砸娃娃機 他會怎樣 他應該 跑吧 不然就報警 他會趕快投錢 沒有 我一直來玩而已 你們看我 我一直來玩而已 不過現在時代滿不一樣的吧 好 我問一下同學們 因為現在跨界啊 什麼都可以紅 什麼都可以賺錢 你們覺得 學歷還是重要的 請舉手 好 其實大家也覺得 學歷還是重要的 那老師這邊呢 學歷重要還是學藝重要呢 周老師 學歷比較重要 因為學歷跟學藝這兩個東西 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是 一間好的大學 為什麼是好大學 其實就在於 組成的學生分子 那你今天 我先講求職這一塊 是 像我同學本身就是在科技業 擔任高階主管 然後負責面試這一塊 他就曾經跟我講過 他們哪些人來面試 除了這些學校之外 其他不收 對 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 這麼嚴格啊 真的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教自然組的嘛 那科技業 他們自己的一個 我親大幫 我教大幫 對 一個規範 那再來我們講到 學生求學的這一塊 像我看在座都是 民校的這個同學 口條 邏輯能力都很好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是跟他平常的同學 講話 交流 意見的時候 同時被訓練出來 因為好的學校 就是好的學生在組成嘛 那我們大家拼命的念書 我們要的是什麼 其實學生很多人跟我問說 學務理能幹嘛 OK 那日常生活 沒有太多的幫助 可是我們在解題的時候 訓練出來的邏輯思考能力 沒錯 就是念書的時候可以獲得的 那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成績 你最後考到一間好的大學 在你周遭的同學 都是跟你差不多level 或者是所謂台灣頂尖level的人 其實對你的人生 對你的成長 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學歷當然是 比學藝重要 因為你沒有學歷的話 可能你去公司 表現自己的實力的機會 連入場券都沒有 對 對 對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洪安你自己找助理啊 你會看一下學歷嗎 說實話 一定會看啦 因為其實學歷來講的話 就是像剛剛老師說的 就重點是說 他怎麼樣被培養起來 那還有一個 我覺得剛剛有講很多 但我這邊補充一點是說 當時可能在爭取要進到 不管是說進到名校 或者繼續求學 其實他的企圖心 是不是足夠的 企圖心跟能力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多 比較實務上來講 業界在找人才的時候 他一定會考量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覺得說 其實現在學校老實說 就是學校教的東西 很多是跟業界要的有學用 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到了業界 進來第一份工作之後 我們才在工作當中去培養 去教育這個 新來的這個新鮮人 所以如果說他今天他的能力 或者他的邏輯 甚至是他的企圖心不夠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種子你埋進去之後 可能在培養上面 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想業界可能很多 是在討論這個部分 那當然學藝部分 可能就是其他的加分享 比如說這個人應徵工程師 可是他可能突然 他對於公司的一些品牌 或形象的行銷有幫助 那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加分的 劉靖老師呢 我是覺得都重要 但是我覺得還蠻多 就是以大部分來說 真的就是學校會 跟一個人的態度 有很大的關係 是 就是 什麼意思 大部分真的比較認真的同學 他當然就比較容易 考上好的學校 是 那他在面對不管是念書 或者是其他 不管是生活上的問題 或什麼 除了比較有邏輯性的思考之外 也就是態度很好 就是那個積極的態度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作為一個學生 或是作為一個生活上工作 或是什麼都 態度我覺得是決定一個人的關鍵 你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現在可以 我擔心我畢業之後怎麼辦 對不對 我畢業之後怎麼辦 我記得有一年政府有做過 就是十大名院排行榜 第一名是交通混亂 第二名就是房價過高 那我常常在 我們說我常常在大專業校演講 很多孩子也問到 買房子的問題 那 老師你有幾間房子嗎 沒有 因為我如果心情不好 我就買車 我心情好我就買房子 我只是喜歡玩大富翁而已 沒有啦 這是你知道 我們說十大名院排行榜 第二個那就是買不起房子 那我常常在演講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問我說 老師我們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怎麼辦 那呂副總統 我們說這個呂秀蓮 他曾經講過嘛 年輕人本來就應該買不起房子 為什麼 因為當你在累積社會的過程當中 你才有辦法一定的財力 一定的資產 一定的能力去買房子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是我們說 美麗島世代的想法 那零零後的想法是什麼 好 很多人說買不起房子 沒關係 我爸爸媽媽有給我房子啊 好 我們來做一下 調查好了 手上有爸媽給妳的房子的 請按圈 我們今天找到的是 比較輕虎的孩子們 不是現在通常 大家就是名下都會有房子 然後明杰 你爸媽已經有給你房子了 是不是 就是 爸媽從小都有幫我做規劃 我真的非常感恩 是真的需要滿感恩的 很感恩 我們這樣講 像澳天 你覺得 像你現在大五嘛 對不對 你覺得你打算在幾歲的時候 你認為你有能力買房子 好問題耶 我自己會覺得 一定都是30歲以後 不會那麼快 對 你對你的未來那麼樂觀嗎 好 我沒有那麼樂觀 可能要更晚說不定 好 好 那尹真呢 尹真妳覺得 妳幾歲有能力買房子 應該跟澳天一樣 我就30歲以後 但是妳覺得 我覺得就是 人生最後的尊嚴是買個塔 我也不是房子 就是沒有啦 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是會想要 找那種比較高興的工作 好 因為現在很多孩子其實覺得 我租就好了 我幹嘛買房子 然後背房貸 我還那麼年輕 幹嘛那麼累 我們來做一下調查好了 會想買房子的情安全 其實大家還是都滿想買房子的 是不是 這個買房子的觀念呢 是誰給你們的呢 靖虎 買房子的觀念 是爸爸嗎 爸爸叫你加入民進黨 叫你買房子 你再加入 想當然又是我爸 畢竟在他的威權統治下 你肯定得聽他的 為什麼 爸爸怎麼樣跟你講 爸爸就說呢 就是他就拿蝸牛來舉例啊 你有看過沒有殼的蝸牛 那就不是蝸牛 那叫闊魚啊 那你跟他講啊 我是寄居蟹啊 為什麼一定要當蝸牛 我要當寄居蟹不行嗎 但寄居蟹 他總是要去找殼的啊 你可以租啊 有道理 而且你沒看過寄居蟹 用瓶蓋的嗎 他的意思不是叫你回去 忤逆你爸啦 但重點來了 你爸爸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呢 因為畢竟你媽還沒在工作 壓力是滿大的 再加上我讀這個科系 我覺得我恐怕 會買不去房子 為什麼 就是傳播科系啊 萬一我以後讀了 什麼什麼新聞系之類的 這樣也不是說就是 真的 真的 新聞能賺很多 新聞能賺很多 對啊 就以後可能會買不起房子 或者甚至還要再繼續住 家裡的房子這樣 對啊 好那詠晴有想要買房子是不是 誰給你的觀念 自己給的觀念 怎麼說 對就是想要有一個 自己的窩 那你知道現在窩很貴嗎 很貴很貴很貴 那你要怎麼辦法有 弄到自己的窩呢 跟爸媽借錢嗎 努力賺錢 能的話我當然想 但是還是先努力賺錢 上策上策 好那你們知道現在房貸很高 未來會不會覺得 可能租就好了呢 還是以後想要跟爸媽住在一起呢 跟爸媽 為什麼聽到跟爸媽住在一起 手軟幾乎都要搖頭 你要我真的不要 我好不容易逃來大學 好不容易逃來台北 真的不要再跟爸媽住在一起 真的 能硬買就趕快硬買一個 就背我也要背 絕對不跟爸媽住 那你有提議說 我想要在北部買一個房子 跟爸媽這樣說過嗎 是有提過 那爸媽說什麼 他就說看你的表現怎麼樣 什麼表現 就可能現在回高雄 可能就要多洗一點碗 或是洗衣服 爸爸爸爸最近怎麼樣這樣子 這樣就有房子了 我去幫你家洗碗 我去幫你洗碗 我講是比較簡單 你肯定有更困難的 說不定對啊 OK啦 不過你要知道 其實買房子人生的大事 但是你知道買房子 當然牽扯到你現在的經濟條件 老實說 自從我踏入補教界那一年 號稱是補教界最冷的冬天 而且春天都還沒來 不過我覺得你過得還不錯 沒有 踏入補教界那一年 剛好就是 積分上大學那一年 對 然後整個補教界開始崩潰 你看以前南洋街多少學生啊 現在南洋街簡直是空空蕩蕩 那補教業這幾年的發展 到底好不好呢 朱老師 非常不好 老師剛剛眼淚跟我們一樣 也要落下來了是不是 第一個當然就是少子化的問題 是 對 那因為我本身服務的補習班 是比較大型的補習班 那這種補習班呢 要面臨的就是 區域型補習班的競爭 因為我們大型補習班 不可能把每個學生都 無微不至的照顧好 那當然這個先天條件就會輸給 你怎麼把實話講出來 那當然就是叫實話嘛 那就是 這個會輸給區域型補習班 但大型補習班靠的當然就是老師的光環 是 對就是所謂的民視 當然我不是啦 那 但大型補習班 因為學生人數這麼多 一開始的競爭一定就是用低價 來招收學生嘛 那 等到上學期 高一上學期 低價 上完一學期 你可能到下學期的時候 留班率會有問題 對 正常收費 那可能就先砍一波 那 到了高二之後呢 又要面臨分組的問題 像我本身教物理 那當然社會組 像今天來的 這個同學 有看全部都是社會組 對 那就不會來補物理這一顆 對 那又要再面臨 又要再摺損一部分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就是學制的問題 以前我們都是考念三年 考三年的內容 是 那學測開始之後 考到高二 那這個高三之後 同學呢 就不會再補了 這摺損率又再出現 那108課剛剛聽說 一直考到高一而已 那是不是代表 我們高一下學期結束 他們也就 對補習這一塊 所以老師 你們現在補教界 也要另外找頭樓嗎 像他這樣化解嗎 所以我今天來上 這個我的好兄弟 呂姐的節目 就是想說 對…看有沒有辦法 表現好一點 然後把它替換變 喂 喂 大家聽聽 大家聽聽聽 我們說實在話 其實補教界 這幾年真的是不好啦 尤其我們說 因為第一咧 我們說少子化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嘛 就是你市場變小了嘛 一直往前退 可能退到只是要10排而已 就像現在我講了 因為考試制度變得簡單 那所以對補習這一塊的需求 真的就是… 就降低很多 下降很多 像我當年年考的時候 錄取率是30% 30% 那真的叫大學的宰門 那真的就是你補習補三年 考不上再重考 重考考不上就再考 那現在不是啊 現在學生考不好無所謂啊 他們都會給自己一個美麗的幻想 就是我上了大學之後再轉系 或者再轉學 他們都是這樣子啊 以前有一部國片 張氏去中 他們演的叫風雨操場 你知道風雨操場 張氏最後考上大學之後 一棒跑你知道嗎 棒鞭炮 人家有些貼紅紙 現在是考不上還棒跑 大家都有抓 剛才你沒抓 你比較厲害 七分就抓了 你還沒抓 但劉靖老師 如果你們看啊 因為你是數學嘛 畢竟有自然組也有數學 社會組也有數學 感覺起來你什麼都吃得到嘛 對不對 那你的 會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受到影響嗎 我覺得數學相較 自然跟社會應該是 好滿多的 因為畢竟就 到還是很 一定要選的科目 自然組 社會組都是 那我覺得少子化 有另外一 就是因為 可能生得少 然後有很多家長 就是非常 覺得自己的小孩 就是更是 迷足珍貴 所以可能也會去找 比如說一對一啊 這種 就是花真的滿多錢 可能也是 我們可能收團班的錢這種 是 對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 偶爾接一些這個 其實那個錢 也沒有比較少 對 那洪安呢 洪安你教那個 你以前是教什麼的 教技職體系的嘛 也不是耶 我其實一般大學的 志工系 其實他們可能要考研究所 所以他可能需要學 資料結構跟作業系統 主要是這兩科 對 然後還有就是像 比如說一般的一些學生 他想要學城市設計 然後可能到台大來教 城市設計系加加 這一類課程 所以你們那時候 有招生的問題嗎 其實完全沒有耶 因為那時候 其實資訊工程引遇到 一直 我想一直到現在 可能又更加的熱門 其實我們現在的那個 我以前待的那個 城市設計的補習班 現在是招生更加多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 我的統頁 就是不是教資訊系列的 他們的教室 可能就是從 原本還要開連線教室 不是只有什麼看螢幕 他可能是另外有連線教室 或者是網路上課 他根本就是 完全是 現在都可以坐在水岸第一排了嗎 現在就是一個教室很大 可能只剩下前半部 或者是前三分之一 是有學生的 補教界 其實嚴格說起來 他已經是西洋產業 聽老前輩講 那個補教界融景到什麼程度 那個是你的錢 夾著報名表 然後用那個橡皮筋捲起來 然後結果丟進去 誒 女傑 幫我畫個位 然後我把錢捲起來 誒 沒問題 把錢捲出來 好 不過很多人說 現在房價這麼高 怎麼辦呢 我真的買不起房子 限制呢 已經變成一個嚴重的大問題 限制還變成國安危機嗎 對 其實居住正義本身 其實已經 遠藍是成為國安危機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去年 看到有一個現象 叫生不如死 就是出生率 其實已經低於我們的死亡率 嚇我一跳 去年出生是十 去年出生十六萬五千人 那去年的死亡率 是超過十七萬 所以其實代表的意思是說 其實現在少子化 已經變成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們回頭去想一下 為什麼年輕人 他不願意結婚 不願意生小孩 其實這裡有一個調查 他整天都在玩手機啊 沒有啊 超過六成五的年輕人 他們是表示說 因為買房子買不起 為什麼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 一個年輕的家庭 我想要結婚 那我勢必 我覺得可能就要買新房 如果說我今天要生小孩 那我可能一個房子裡面 我可能需要 還要一個小孩房 所以當你今天買不起房子的時候 很明顯的 就會變成是年輕人 他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 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說 其實超過九成五的年輕人 這個地方 他其實是有提到是說 他覺得現在目前 台灣社會的房價過於高 所以造成其實年輕人 他們也覺得買房子 是一個他們 就像剛剛同學們講的 其實他們很想買 可是他們也不覺得自己有辦法 可以在30歲買到自己的一間房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在立法院 確實有在做一些相關的政策修法 包含說我們第一個 可能要在我們的講說 可能在囤房稅率的部分 希望能夠把它降低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市場 供不應求的 供過於求的問題 但是當今天供給多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 所謂的有些投資客 他買了房子 他不是拿來住 他是拿來要去做投資做賣的 那我們怎麼樣在稅率上面 讓這樣的現象可以降低 第二個當然很重要是在社會住宅的部分 也就是說讓我們國家能夠用一些政策 用一些預算 來把這些社會住宅或青年住宅 可以更加的興建 所以我們有一個口號 就是叫8年要有20萬的社會住宅 那目前的話是進度稍微落後了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就要去監督 希望說政府在這個房價的部分 要真正落實到居住正義 我們說11住行都是我們的基本需求 尤其是住這件事情 其實你去看嘛 我們說內政部有統計數字 目前台灣所有的房子加起來 可以住6800多萬人 可是台灣才2400萬人口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定有人在動手腳 你知道老一輩的人 喊著要反攻大陸 那他們覺得 你知道現在對學生來講 反攻大陸你是在說什麼 因為他們一出生的時候 台灣就是現在的台灣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說 在這個世代的孩子裡面 台灣人有所謂的天然毒嗎 好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 有數據統計喔 忠祐哥你讓讓 你把爸擋住了 謝謝 好 這個年輕人的天然毒 其實是反統一 好 知識統一的比例呢 比四十歲以上的人 還要來得低 好 你看中間這個棒棒 特別高是幹嘛呢 維持現狀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維持現狀 可能就是現在台灣的觀念啦 不過你要知道 我們說以前的叫天然毒 可是現在的孩子 他們講叫天然台 那一出生台灣就是台灣 他們就擁有了民主 自由跟人權 那問題來了 統一在台灣 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聲音 與力量嘛 來 孩子們 你們會支持統一還是獨立 請寫下你們的答案 好 時間只有三秒鐘 快點 好 請修處你們的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詠勤寫反統一 那奧天寫著 反對被統一 現在這樣 靖虎就是現在年輕孩子的觀念 就維持現狀 隱真直接寫獨立 好 另外呢 敏捷是天然毒 靖虎 你為什麼主張 就是維持現狀 我嗎 對啊 就是因為 不然你改名的嗎 我們 我們從小我們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現在這個狀況了 是 對 然後加上我又是社會主 我自己很喜歡歷史 然後就是從中國那時候 蔣公就是 那個什麼革命那時候 到現在 你講到蔣公應該要先立正 你知道嗎 對 就到那個 然後抗日啊什麼 軍閥那些的 就一直到現在 都是一樣啊 我們還沒有經歷過被 大陸那個統一的時期 然後 我們現在這樣子 其實也過得不錯 那我們何必一定要去 站在某一邊 我們可以站在那個線的中間 也是不錯 OK 那奧天我們來問一下 你們就是畢竟練台大嘛 裡面會不會參加社運的孩子 特別多 或者是大家會討論政治嗎 我覺得還蠻多的 就是看 怎樣叫做參加社運 比如說如果我會上街示威 遊行都算的話 其實我覺得台大學生 參與度蠻高的 而且在我們學校 比如說臉書上的 台大學生交流班 每一天都在討論各式各樣的政治議題 就是從政治人物的八卦 到真的是政策類的議題 大家全部都討論熱度非常的高 政治人物八卦 那有討論到鴻安的八卦嗎 應該曾經有過 對 應該是一段時間之下 好像有報過跟衣服有關的事情 之類的 好 那敏捷這邊呢 為什麼你們是 你會直接覺得是獨立呢 你覺得自己是天然獨嗎 對 就是因為我們從出生到現在 就會覺得 我們活在台灣這個民主的國家中 可是我覺得天然獨不一定 也就是要獨立 也是偏向於維持現況 不過你要知道 其實不管是同意還是獨立 其實年輕人討論政治 這其實是好事 為什麼關心我們的土地 關心我們的國家 但問題來了 我們在補習班教授是為 你不能明確表達你的立場 但是其實有時候我們常會去關心 學生他們在討論什麼 那你以前在台上 有沒有不小心講出這個論點 然後被抗議過 我倒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有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論點 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 以前媒體不是說 要客觀中立 現在叫盡量不偏頗的報導 一樣的道理 我覺得臉上寫著 心虛兩個字 哪有 朱老師 你遇過學生 怎麼去討論政治 還要吵架的嗎 現在的學生就 應該講沒有 完全都沒有討論到政治 很少 除非是被帶到風向 因為他們現在對政治的看法 其實就是一個潮流的問題 你是說是大家在討論什麼 可能他就follow了這個 像現在學生只要中堂下課 手機就拿出來滑 所以他們的注意力 其實都被分散掉 每個人喜歡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很難有共同的話題 除非像前陣子高雄市長的選舉 可能才會有聽到一點聲音 或者是反送中的那種情況 可能電視每天再報 大家會來討論一下 或者是川普 拜登在選舉的時候 可能才會聽到一點點 但是結論出來了 這個聲音就消失了 你自己本身是立委 你以前在上課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學生在討論 甚至討論到吵架的 我是覺得這個可能會跟教的科目 還有包含不同的學校 其實會有很大的關係 像我自己在教寫程式 寫程式應該沒有同學 會跟我討論到政治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在下課的時候 底色要用綠色的還是藍色的 還是紅色的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政治敏感 但是在我們以前的這個年代 其實並不太會去對於這種顏色 或者是政黨有這麼大的一個區別 現在的話可能就是像我的一些 我們工程師有些人就會 在寫程式的時候 他後面的顏色 他就一定要用綠色 或者是一定要用白色 黑色 那他們會有他們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倒是比較不會在 理工相關的科系 這個討論政治的程度 是相對比較小一點 你知道我以前有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年2014年 那時候蔡英文跟朱立倫在選 那我兩個學生 一個支持蔡英文 一個支持朱立倫 然後兩個就吵起來 而且他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吵到老死不相往來這樣 那一次我看到我就把他叫過來 我說你認識蔡英文嗎 你不認識啊 你認識朱立倫嗎 不認識啊 你們兩個未來兩個不認識的人 然後吵到兄弟都沒得當 沒必要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老師可能 對於這個學生的想法 可能是要改變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邀請來的學生 其實對台灣的未來 滿有想法的 用心 你覺得台灣未來會怎麼樣走呢 是 如果你單純是問 絕對獨立或者是絕對統一 這兩種情況下 當然年輕時代是比較偏向 獨立這一塊嘛 對 那可能會有一些年輕人認為說 台灣最終會獨立 中共會滅亡什麼 沒有前求萬事的獨裁政權之類的 對 但如果真有這個可能的話 我認為它也不會太快發生 對 至少在可見的未來 還是以剛剛圖表上面寫的 維持現狀為主 對 但是有一點我想要 我是希望年輕時代朋友 可以去思考 就是中共的武力威脅問題 對 那其實我們不要忘記 對台灣造成台灣最大威脅的是 是老共 是對岸的中共 對不對 尤其是當現在北京 對台灣問題越來越敏感造勁 習近平不是說 台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嗎 對不對 對 那再加上兩岸以及中美 他們在西太平洋的軍力 已經逐漸失衡的情況下 我們更應該有所警惕 對 近乎做個眉頭 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我支持他說的 真的喔 打論很可怕 不過你看 像我的新聞啊 每天在報說 這共機飛來飛去啊 對孩子們來講 你們會覺得 有什麼感覺嗎 還是飛來飛去 也非習慣呢 近乎 我覺得是可能非習慣 就是有點像是 爸媽的碎碎念這樣子 你要趕快你要趕快怎樣 喔 好啦 好啦 就我們知道他實際 也做不出什麼事 這樣啦 我覺得啦 那影珍 你怎麼看統獨的問題 我的想法跟上面同學 就是兩位同學都接近 對 就是你覺得就是反正 該統一就統一 該獨立就獨立 不要不要 就是我應該比較像反統一 只是就我覺得 先維持現況也是一個 可以的選擇 對 OK 不過大家也知道 這個2020年呢 可以說是 在他們因為他們是 00後的嘛 在他們剛滿二十歲上下呢 全世界不是爆發了 這場疫情嗎 滿嚴重的 但是呢也因為疫情 讓世界看見台灣 包括總統蔡英文啊 這個抗議友成啊 很少見喔 第二任滿意度 比第二任來的高 那不滿意度呢 也從70%下降到36% 那其實我們自己播新聞 我覺得 這個數字看起來 真的是滿不錯的 你知道我們今天呢 就請我們這個年輕世代 來為這一次我們說抗議 我們的防疫 我們的疫情呢 來評分 你覺得政府做得怎麼樣 你給他多少分 那你覺得不足的是哪裡呢 你要用口頭講一下 好 到底對於這一次 蔡政府施政呢 自己滿意度給幾分呢 因為過去呢 這個民調也是滿多的 請秀出你的答案 好 澳天70分 詠晴80分 晉虎85分 還有75 看起來都是有及格的啦 但我們來看一下 給最低的澳天好了 澳天為什麼給70分呢 我覺得就是對於一個政府的施政 滿不滿意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政策本身你認不認同 另外一個是 這個政策溝通的過程你覺得滿不滿意 那我覺得以現在這一任政府來說 大部分的施政的政策本身我是認同的 但是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滿多有待加強之處 對 那如果是哪些有感 或是哪些覺得不足的話 必須先承認 因為我經濟還沒獨立 所以可能經濟議題 我沒辦法真的去感同身受 很多人的感受 可是比如說以防疫來說 我相信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大家有目共睹 我們跟其他國家的民眾比起來 我們生活可以過得非常順遂 我們還可以不帶口袋這邊 上節目講話 但你剛剛不是有我們閒聊的時候 你不是說你們很多同學在炒股票嗎 對 對 但是就我自己沒有那麼敢 對 對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在我經濟獨立之前我去談說 我覺得台商回流 讓經濟大漲等等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對 那我們這樣那個 尹珍你覺得政府這幾年來 做的最有感的是 你最有感的是哪一件事情 最有感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也是經濟還沒有獨立 對經濟層面可能就還好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感的 可能是 關於上學時間的 就是 的延後 然後還有 現在國中生好像 打子宮頸癌的疫苗 是可以補助的 就是我覺得這很棒 雖然我也沒有辦法體驗到 上學時間的延後 就是好像 大學生不都翹課 上學時間延後跟什麼關係 可是高中生 就是可以晚一點起床 因為像我自己是通勤 我每天都六點就要出門 對 那我就覺得 如果晚一點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多睡一點這樣 是 那敏捷咧 你覺得咧 因為看一看 只有你經濟獨立嘛 你又當部落客嘛 也沒有經濟獨立 就是多賺一點零用錢這樣 很少很少 那你對蔡政府 哪一樣的施政 你最滿意 時薪調漲 對 我很多同學 都滿有感覺的 就可能 每個月可以多喝幾杯飲料 他們就挺開心的 你們現在很多同學都在打工嗎 對 都是打工 差不多幾層左右啊 大概 大於一半都有在打工 你現在大幾 我現在大三 大三 是 那打工的內容是什麼啊 我本身是沒有在外面打工 可是就是 因為我有在經營IG 所以就可能偶爾接接業配文 然後寫寫分享文 然後同學的打工 可能多以服務業為主 或是實習這樣子 好 那你現在 現在不要因為那個洪安在現場 我們來問一下靖虎 到底要選藍選綠 在你們心目當中 還是第三勢力 你們有期望說 跳脫藍綠呢 我個人是屬於 習歸歸大邊的內心 蛤 你不是人的異語嗎 習歸歸大邊 這樣子不是有點這種感覺嗎 對 是 恐怕是 我不排斥加入藍或綠 而且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已經準備加入民進黨 我的資料 什麼戶籍成本 都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只差我回高雄 再去那個黨部 送個劍 那我恐怕就會加入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跟我爸有關 就是他個人是一個 深慮 非常深慮的 他就從小就去民進黨 看到民進黨他就去投給他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目前 也是還沒有經濟自由 所以爸爸說 你要投給誰 我抄給你領用錢 這種感覺嗎 對 就是比較難過一點 被迫的要聽到 那個 靳雄你知道嗎 你這已經犯了奇約會選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對啊 所以就是 我爸就叫我加入民進黨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是覺得都可以啦 就是有機會的黨 我去加入看看 有機會的黨 對啊 所以你是在找機會 不是在找黨 對也是 也是可以這樣說啦 那你知道現在 包括你們今年 這幾屆可以看起來 很多第三勢力的人 開始出來了 包括像鴻安這樣子 很多可能 像郭台銘啊 也要出來選啊 宣明志也要出來選啊 那你們對這些名人效應 怎麼看呢 名人效應喔 我覺得就是 你只要稍微有讀書 應該就可以分辨說 那個名人 是不是真的有實力 不過我們現在 來討論一個 現在台灣我們說 這幾個月來 最熱門最HOT的話題 叫做萊豬 欸 銀珍 你對萊豬有你的看法嗎 就是我覺得 可以分幾個層面去討論 第一個是 它對人體的傷害 是可以減證的 它其實沒有很實際的證據 證明說你吃很多 就是你就是萊豬 不一定對你的身體 會造成那麼大的傷害 第一個 而且它很快可以被代謝 然後再者是 你一天也不可能 真的吃到那麼多 那麼多的豬肉 因為它的標準是說 你可能每天你要吃 六公斤 然後連續吃幾年 就是才有可能 真的對你的身體造成傷害 所以如果你每天 吃六公斤的豬肉 對你身體造成的傷害 可能是膽固醇過高 而不是因為萊克多巴胺 產生的影響 對啊對啊 然後還有可能 還有一個是就是 台灣的國產豬 是滿充足的 所以你實際 真的會吃到 萊豬的機會很小 因為可能進口的市場 也不大 然後加上 可能我們現在也會 飆產地嘛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 說你想要怎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的是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 很依賴貿易的國家 對 那我們在這一塊犧牲了 我們可以換到什麼 也許我們就是 就是可以可能得到 美國對我們的耳好感 讓我們的國際地位提升 就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不要製造恐慌 就是以而傳而 可以去思考 我們做了這個犧牲之後 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相信政府會把官好舉手 這兩位你們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不相信 但是也不敢貿然相信 對 但如果可以換來更多的 貿易條件的話 你認為呢 我是支持的 但我覺得就是 整個溝通過程 必須要講清楚 讓大家可以去做一個 厲害上面的評估 那詠卿呢 我認為 對就是 如果評估好 那就沒有問題 所以你覺得是規定 跟法治上面 一定要規定好 對…要 真的要嚴格把關 人生當中有很多學分要修 感情也是一個 滿重要的學分喔 沒錯喔 到底幾歲開始適合 談戀愛呢 大學三大學分嘛 等一下請不要看 課業 戀愛跟社團嘛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知道戀愛學分要修 但是幾歲修比較恰當呢 我大學那個時候 我爸都說 你不承認談戀愛喔 結果大學一畢業的時候 我爸媽馬上問說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我心裡想說 我中間是有談戀愛嗎 就是因為爸媽管太嚴了 就大學都不可以談戀愛 那你幾歲談戀愛 不是 我之前聽到他講的 故事不是這樣子 真的啦 我之前聽到故事不是這樣子 好 那你幾歲 你也是在學驕傲棒春啊 有沒有 來去 來去 是以前還滿多人追的 但是重點是 你投人家錢包嘛 一堆人在外面追 你這樣也不要跑 好 你幾歲談戀愛的 幾歲談戀愛喔 正經來講 我小的時候大概幼稚園中班 我不是說那種 看到喜歡的 是真心談戀愛 對 真心談戀愛嗎 我二十三歲那一年 是老婆是不是 對 好 這個東西 我一生只愛你一個 為你感人犧牲一下 真心幸虧到三明星 三方第二 好 這一段要卡掉了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年輕人 我們就有個數據來統計 真的不婚不生 很多耶 但是不婚有生也是滿恐怖的 所以不婚不生 感覺起來還是滿好的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背後這張數字呢 結婚對數逐年下降 出生的數也是逐年下降 現在年輕人呢 大家就覺得 我幹嘛 我一人保全家寶 我幹嘛那麼樣的辛苦 對不對 可能很多女生 男女朋友交往 我還要討論說 誰要出錢 是不是要go dash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現在現場唯一的已婚女生 洪安妳還沒結婚嘛 還沒 那就是妳了 妳對於婚姻生活 妳感覺怎麼樣 好 我們來問一下同學們 你們現在有對象的 安全 感覺不好啦 蛤 都沒有 我算有 我們今天 只有那個敏捷有 好 敏捷妳說沒有 我也不信啊 有啦 有啦 真的有 然後尹真也有 嗯 尹真也有 那你們兩位兩個女生 所以你們三個 就傳說這麼棒槌喔 你不要這樣直呼人家好不好 好 兩個女生 你爸媽那時候知道 你們談戀愛了 怎麼說 就 其實沒有怎樣耶 就只會說 不要亂來喔這樣 就是其他其實還好 那妳會問她說 什麼叫亂來 對 不會說 能門禁時間啊 開始越來越往前 不會 我媽就會直接跟我說 我不想要那麼早當阿媽 對 對啊 其實他們就比較開放 好 那敏捷 我媽也講一模一樣的話 就其實我爸媽 妳第一次交男朋友什麼時候 國一的時候 哇 妳國一那時候交男朋友啦 而且還有帶回家給爸媽看 那妳爸媽說什麼 我爸媽就說 先好好當朋友啦 大學還沒考 然後我現在有交男朋友了 然後爸媽也知道 他們就是很開明啊 然後就會覺得說 沒有固定的 不要再帶回來了是不是 沒有沒有 他們現在還是會 那是妳啊 看一下看一下 對 要確認跟我交往的人 三觀是正常的 然後是好的這樣子 所以妳爸媽的態度 其實還滿開明的 那為什麼在座的男生們 都沒有想要交女朋友呢 沒有沒有想要跟交不到 是兩碼子式喔 好 那是沒有想要嗎 沒有不想要 隨緣 緣分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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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說實在話 我們剛才那個問題是有問題的 就是說 有沒有男女朋友 伴侶也算的話 OK嗎 沒有 沒有 那靖虎呢 靖虎 靖虎目前是還沒有 但是靖虎很希望有 所以可以聯絡一下 為什麼很想要交女朋友 會不會覺得交女朋友 可能對於經濟來講 也是一大負擔呢 目前沒有擔心到那麼遠啊 畢竟你先就要再說啊 你從小到大都沒教過 像我自己 國小好了 國小就是長得就是這樣子 不倫不類的 然後到國中以後 更不可能 我們準備考高中 那到高中 哇 那慘了 我讀男校 對 我讀男校 那死定啦 就全部都跟男生混 然後上大學以後變成是說 我連跟女生都不會講話 我還記得那時候開學第一天 就是行程訓 就有女生跟我說 欸 你是很窮中的喔 然後我就 你可以去Seven練習啊 跟店員 跟店員聊天 我都在家跟我阿嬤練習啦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一個女生 你喜歡她 你要怎麼表白 如果有一個女生 我喜歡她要怎麼表白 好 我可能就打電話給她 我可能就唱歌給她聽 你唱什麼 可能就唱林俊傑 畢竟我是說 我是指南路林俊傑 來來來 唱來聽聽看 我可能就打給她 就說 喂 小輝 有件事我想告訴你已經很久了 你講話一點好不好 從連愛情的心酸 學會放好以前的渴望 我們那些信仰 要忘記多難 所以 基姆 你嘴巴有含乳蛋嗎 所以你要跟我去 在一起嗎 小輝 喂 小輝 來來來 好 掌聲鼓勵 你唱得非常的好 我們素材有像 有像 對 林俊 如果男生這樣跟你告白 你會怎麼樣 我會哭吧 我會感動到哭 我覺得 因為我很浪漫 然後我就覺得OK啦 所以你OK OK啊 OK啊 對不對 我很有創意 換個Line 你覺得OK嗎 如果男生的話 要跟你告白 不行啦 為什麼 就很沒有誠意 感覺你好像是在搞笑 然後秀你自己的歌 就我會覺得 你要告白 你就真心誠意的好好告白 那你覺得 什麼樣叫有誠意呢 而且你不知道 他有沒有開過 你旁邊一堆人在等著笑 對啊 那怎麼樣才有誠意 就是說 至少要先稱讚我的優點 然後我要先 就是先確保 他稱讚我的優點 是真的 代表他先懂得我的好 然後再說 我希望 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你 就是在一起 然後慢慢一起變好這樣 就是他很有誠意 不能在那邊 嬉皮笑臉 就嬉皮笑臉的話 感覺他可以一對多 然後 亂槍打鳥 中了就好了 就這樣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子 對 但靖虎為什麼又打差了呢 絕對沒有辦法 這樣捧他是不是 我覺得這就是 因人而異啦 畢竟有時候 你要逼人家說謊 也是不行啊 就是 這該怎麼樣是怎麼樣 你要追他耶 你要講的時候 你要說謊嗎 不 黃澳天 澳天你有台大周星澤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稱號 感覺現在女人應該 還不錯吧 沒有啊就是之前 曾經參加過一些演講 然後就會有一些 高中的妹妹覺得 我長得很像周星澤 然後他們 所以就有了這個綽號 可是我是音師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像靖虎一樣 唱得那麼好聽的歌 對 其實說實來話真的 有像誰 你要有個形象 真的是比較好行走 像那時候人家說我像 顏青標 我沒有好事會當我 我沒有好事會當我 不過你們現在談戀愛 談戀愛嘛 那有想要結婚或生小孩的嗎 請按圈 請舉牌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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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來問一下 靖虎好了 為什麼你又圈叉圈叉叉 轉來轉去 都可以啦 就是順其自然 傳到橋頭自然自然 我們先交女朋友嘛 我跟你講我幫你翻譯 對他就說 什麼叫女朋友 好 因為還沒有交女朋友對不對 對啊 好 那詠晴呢你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 誰跟你一定要結婚生小孩的觀念 這也跟房子一樣 也是我自己想要 但是 會想要結婚 但不會想要生小孩 對我覺得 小孩來到這個世界上 好辛苦喔 對 對 他結婚的話就是想要 像房子一樣 有個家庭啦這樣子 對 有個慰藉這樣 所以你想要結婚 想想想 你不知道嗎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所以我每天抱持著 掃墓的心情回家 對 不過詠晴你自己有 這個金城武的稱號 感覺許來 這個帥帥的啊 女人員應該還不錯啊 那你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還是學業的關係 現在還沒有交女朋友呢 沒有啊 女人員這個 這個算了 這個算了 因為我高中也是男校 好不好算了 換個角度問你啊 那男人女人怎麼樣 男人員還不錯 對對對 就是遇到不少要不好 不過 我還是喜歡是女生這樣子 對… 那奧天為什麼不想生小孩呢 應該也不是說我不想生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 我跟我未來的對象 兩個人一起 共同討論過的 就比如說我想生 那他不想生 那我覺得這是 就分手吧 沒有 我覺得這是我們兩個 要一起商量的事情 因為畢竟不是我在生 就是真的生也是他 懷孕 坐月子 生產 就痛的不是我 所以覺得就是 應該顧慮 我應該以我們兩個人 為一個整體去思考 就我不能 單方面覺得說要生或不生 感覺起來應該還不錯 那如果說你未來另外一半 因為你以後想要去國外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另外一半想說 你要去國外採訪 那不能去的話怎麼辦呢 你說他不能去還是我不能 就叫你不能去啊 我不會理他 我會 我一定會先留心 那你根本不是說尊重 但是對我來說 我會把我自己的目標 放在愛情前面 所以我也對 就是結婚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的一定要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會 變成我的羈絆 比如說我今天飛這邊 今天飛那邊 那他是一個外國女朋友好了 他只會在某一個國家 那我飛到別的地方 他還是一樣就是 所以再找一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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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可能 不然就是找 就是有開分店的概念 不知道我覺得我很隨緣 就是緣分到了就會 就會遇到了 我滿好奇的 現在小孩交男女朋友啊 男生會幫女生付錢嗎 還是各付各的啊 勢必要付的啊 我支持AA制 你支持AA制 那詠勤呢 AA制 那慶福呢 勢必得付的 勢必得付 那尹真呢 妳男朋友我幫妳付錢嗎 然後下一場我幫妳 就是互相啊 互相請啊 叫輪槓而已 就有時候可以AA 有時候可以互相請客一下 沒關係 那敏捷呢 基於禮貌 我男朋友是都會付 可是如果有過節紀念日的時候 禮物我們都會互送這樣子 要不要發現女生可能AA制 比較容易交到男朋友 男生如果AA制的話 就交不太到女朋友 沒錯耶 對不對 所以妳知道我第一次幫我 幫我老婆付錢的時候 她那時候 那反應我真的嚇一跳耶 她完全沒有反應 然後就走掉了 就是很合理是不是 不然就是這樣啊 不過我們今天了解到了 學生們的感情觀 我們要問一下老師 劉靖老師 妳有沒有覺得現在 學生的感情觀 跟以前來講比較不一樣 他們應該是比以前 開放很多吧 怎麼說 怎麼開放 學生嗎 對啊 很不好問妳喔 很不好問妳喔 對啊 但他們其實也不會跟 我們老師講 那我學生跟妳表白嗎 事實上是女生 蛤 對 女生好像 我們支持多用成家方案 OK 女生跟妳表白 對 妳應該收到很多情書吧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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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多了沒有沒有 妳剛才私底下不是這樣講的啊 剛剛有私底下嗎 妳說兩箱啊 兩箱啊 兩箱啊 我們家舉經也不容易耶 妳收到的是情書嘛 因為舉經收到大雜蟹耶 補教老師 很了不起嗎 我們主播也是會有很多的情書好嗎 我是收到情書喔 對 有一次我收到那個粉絲 送來大雜蟹給我 對 然後我剛剛講說 那個不好意思 那是新北市農場苦送的 不是 我剛剛講說 我不會做飯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送熟的過來 對不對 情書你們也常常收啊 補教老師這個收情書 對 對啊 我覺得是男老師 會比較受歡迎 在高中這個時期 妳說 像他長這樣子嗎 妳這樣講這個 會這樣啊 這樣會比較受歡迎嗎 就是 其實老師還滿有個人魅力的 但可能就是看 喜歡的類型這樣 所以像 就是靜虎也不用覺得自己 長相就是沒有很優 就照不到女朋友 就是有趣也 幽默也是一個 有趣幽默貼心也很重要 對 好 那你們覺得戀愛是 現在的必修學分嗎 那就要加油了好嗎 那有沒有想說幾歲要生小孩呢 生小孩 好 澳田妳想要幾歲可以生小孩呢 沒有我沒有想要幾歲可以生小孩 就是 就像我剛才講 我覺得這要我們兩個一起溝通 而且我覺得更多是要考量 對方身體狀況 因為 對方身體狀況 生一個小孩應該就是對 女生的身體滿傷的 所以我覺得 比較看我未來遇到這個人 是誰我才能決定說 所以我要幾歲 對 好 那詠琴呢 有沒有想要為台灣的生子率 靜一分立呢 對啊 你們每個都不生 我們補習班要教誰 趕快死了吧 少子話 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偏向不生 但就像澳田剛剛講的 我也是要跟伴侶就是溝通好 聽姐一句勸 不生就不要結婚了 好 OK 那為什麼不想生呢 對啊就是 覺得小孩子可能太辛苦 而且養育的錢也是個問題 好 那靜乎呢 我其實覺得可以啦 但是呢 我覺得有個問題就是 先找到對象 是 這其實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生小孩其實壓力滿大的 就是你要想想看 你要把他拉拔承認 然後你希望他有個健全的人格 就希望長大以後 他可以像我一樣 那我不敢保證 我可以像我爸媽一樣 就對我這麼好 就其實我滿不負責的 所以讓你爸媽多偉大了吧 是 真的 好 我有在看證明 反正就是 我不敢確定 我自己有這個責任 跟這個能力 去把小孩養到這個健全的人格 就萬一他以後很憂鬱 或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就目標生 對啊 也是滿那個優果優明的 是不是 有責任感啊 那影哲呢 就我自己是覺得 28歲可以結婚 然後生小孩的話就隨緣 就因為我自己 這個人比較自私 我會想要等過說 事情 可能事業發展到一個巔峰 然後可能 我想是 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才會 就沒事做的時候 才會想要生小孩 就好無聊喔 來生一下好不好 沒有 我結婚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朱老師知道 我求婚的時候 朱老師在現場啊 對啊 他還勸我說 哪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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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話說啊 我沒有在看啊 不過那時候想說 幾歲要結婚生小孩 你說我那時候嗎 沒有結婚生小孩 一個不小心是不是 沒有啦 其實我們那時候 也應該到了試婚年齡 因為隨著年紀的增加 隨著這個條件的改變 你當然都會有一個 新的想法出現 所以那時候就是被逼婚嘛 他就堅持要嫁 我說不要... 他在那裡把我辣的 不要嫁你 我說不要... 你太多了吧 然後我最後是被我丈母娘 逼婚的 是喔 因為那天我老婆打電話給我 她問我說 她就先聊天嘛 聊完天說 她都跟她的那些姐妹講 她年底要結婚 然後我就沒什麼反應 我說沒有 現在補下去越來越差啊 收入也不穩定啊 推脫支持啊 然後她就哭了你知道嗎 你不娶我就算了 那既然妳說算了 我也尊重妳的意見啊 就掛電話了 然後隔天中午 我丈母娘就打過來了 聽說你們年底要結婚喔 對啊... 然後我就結婚了 喔... 被趕壓的上架 不然你總不能跟她講 你不要聽人家別說了 沒話沒話 這種話我們說不出口啊 不過到底幾歲適合談戀愛呢 朱老師你覺得呢 大學生會不會談戀愛就分心啊 其實我現在教了高中生 就有很多就是正在談戀愛 那其實我對... 而且還會因為這樣子 一起上補習班對不對 對... 安排在同一個位置 其實我對這件事情 是抱著比較開放的態度 是... 因為我的學生裡面 就真的有就是... 妳想清楚妳兩個小孩喔 這一段會存檔喔 這個... 當然自己的小孩 就要另當別人 那像我的學生有真的就是... 女生的成績很好 那常常領獎學金 那那個男生就真的... 為了要去追他 就真的拼命唸書 那像這個就是比較正向 立志故事啊 對...但是也有不好的 就像主持人剛剛說的 因為他們平常沒有時間相處 要上學嘛 那下課就要回家 所以他們是利用來補習的時候約會 這個一補還補非常多科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來... 四天五天 那像這個就很不好 因為上課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不會... 專心在課堂上 可能要傳紙條啦 傳賴啦 以補習之閩心約會之時啦 對...那像這個就不好 那洪涵 妳以前在教授的時候 妳有聽過妳們同行跟學生 失聲戀了嗎 這個真的是沒有啦 可能就是... 就算有可能也不會跟我們講吧 可是觀察得出來啊 就是可能會有那種 比如說女學生下課 她可能真的大家都知道 她很喜歡這個老師 然後她就是會等著這個老師下班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 每次補習班上完課之後 大家都會大排場的問問題 她就一定會等到這個老師 把所有的人籠都消化完之後 然後陪著她走去停車場這樣 至於走去停車場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當然也不得知這樣子 妳沒有問看看嗎 妳是在做什麼 不會有人去問吧 問了也不會有人說真的答案 不過真的那時候確實 因為我覺得補習班老師 是相對來講 是一個很權威的感覺 而且講話又一定很好笑 才有辦法當名師 所以其實很多的學生 尤其是女學生 可能對於男老師 很會講話很好笑的 其實是真的會有那種 愛慕之情 那黃婀妳現在有對象嗎 我我現在 有有有有 但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生小孩 那妳為什麼不趕快為了台灣 人家立委為了台灣的生育率 趕快進一份心理 對我希望台灣社會更安 更安定 這樣我們立委的工作 可以減輕一點 我才有時間去結婚生小孩 所以有這個計畫就對了 我想對就是其實都會 都會希望能夠結婚生小孩 我們傳統的觀念是無子登科 其實無子登科裡面很重要 結婚生小孩是兩個 對現在小朋友可能 學生比較不會有這種觀念 所以妳預計 還是會生小孩對不對 希望對 預計幾歲要結婚生小孩 工作做到比較順暢之後 可以趕快來處理人生大事 妳行事組的是不是 對 壓力好大 那個八字現在給我們好不好 對 妳行事組的是不是 好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 這個補教名師 補教老師有個光環嗎 站在台上 講話感覺起來 能遠遠的看 也有種朦朦美你知道嗎 近看就不是太遠 為什麼要遠 對 但是妳是不是以前啊 我不要說妳好了 補教界的確有很多學生 會愛慕妳呢 沒有啦 我們說實在話 就是我們有時候 一堂課可能 三四百個學生 那我上過最大的一個班 七百五十個學生 對 現在不是要炫耀 自己的學生有多少 不是 因為妳知道總是 每一個人口味不一樣 我們一定要強調這件事情嘛 那一定會有遇到過啦 但是其實說實在話 就是身為一個老師 妳必須要及時這個阻斷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現在都有臉書 所以那些有差點燃起 星星之火嗎 沒有 因為有時候學生會在臉書上 寫訊息給我們 那如果你問問題 我們當然幫妳解決 可是有時候他會跟你聊事情 那聊到後來 你會發現他的態度怪怪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 我們用對他的稱呼 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會變成孩子 對 我們對他的稱呼 就會變成孩子 孩子你怎麼了 孩子什麼的 就是你會把那個距離給拉開 然後最後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會用我老婆的名義 來回留言 你好 我是武松怎麼了嗎 這樣劃開對不對 對... 那你有沒有聽過很多補教 我是不小心淪陷的 當然一定有啦 那當然說實在話 這個真的是不太好 畢竟以我們身為一個講師 我們站在講台上 我們說十幾二十年 你的心智年齡是成熟的 那一個孩子 我們不能說孩子他不成熟 但是相對他的社會經驗什麼的 你要騙他其實很容易 我們在業界其實聽過 很多很多這樣的故事 那當然最糟糕的狀況 就是像三年前發生的 所謂的補教狼師事件 那近年來有時候我們在電視上 打開電視都會看到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說實在話 我們是以教學為主 所以如果孩子有一些 你覺得他的行為 可能欲越了所謂的師生的奮起 身為一個老師 你必須要主動去停止這件事情 而不是讓他繼續往前走 對 劉靖老師 你上課都是這麼辣嗎 沒有沒有 這只有拍MV 哇塞 那很多人會不會很多男同學 在你的班上 人數會不會特別多啊 沒有 沒有特別多 女生也蠻多的 那沒有男同學來跟你就是 暗戀你啊什麼的 就表白啊 就老師我喜歡你 沒有 沒有 老師我真的很喜歡你 沒有 老師我非常喜歡你 沒有 那可能有 那你有聽過補教界 有什麼樣的師生戀的內幕嗎 或故事嗎 因為其實年紀也差蠻多歲的 對不對 對啊 而且 不過就可能有一些老師真的會 當然真的是男 補教男老師也說真的比較多啦 對 所以是我說嗎 有沒有聽過什麼樣 有沒有聽過什麼樣的男老師 可能被你學生 有聽過男老師 後來跟自己學生結婚的 對 有結婚算還好啊 相差幾歲啊 教高中那應該至少差個 十幾歲吧 相差十幾歲 然後之後 出了社會之後 才再結婚呢 是不是 但是那個像 老師事先應該就是 就只是玩 也不能說是玩完 就是應該是沒辦法 走到最後吧 我是覺得高中這個時期 交往對象很難走到最後的 所以高中生我覺得 不是那麼適合真正的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談戀愛 對 一起唸書可以啊 同樣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要講的是 我以前真的有被學生 男學生告白過 但是他告白的方法非常非常有創意 告白跟告不一樣喔 不是告 是告白 但是他的告白方法非常有創意 是因為我是教程式設計嘛 是 那我都會要求他們要教 因為你們學生連結比較大一點啊 也是比較大一點點 對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會教他們的程式作業上來 然後因為我就是要去檢查他們的程式 然後他就會跑過來跟我說 老師你幫我看一下 這程式對不對 然後就在程式碼裡面 我們一執行的時候 他就 就是電腦螢幕就跳出來說 欸老師我還蠻喜歡你的 什麼什麼的 就是就是還蠻有創意的 算有創意 你就拍拍他說 欸同學你程式寫得不錯喔 對 所以真的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就覺得現在其實狼師的問題 因為我最近也在關注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現在的學生 可能跟狼師的這個問題呢 會有另外一個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事情 是現在的社群管道 他就非常發展 是 所以像我們最近就是有看到D卡上面 就開始有人會去PO說 他可能他帶女朋友去上英文補習 結果沒想到英文補習班的老師 就跟他女朋友 就兩個禮拜就在一起了 然後像這種事情 就是很快的透過D卡之後 其實所有的大學生其實看得到 那某種程度上 事實上我們可以做 什麼狼師的實名登陸 是 就大家會把這個新聞 或者是經驗分享給大家 所以比較不會有這種事情 就是你帶著女朋友每天去上課 後來變成老師的女朋友 現在的時代 現在網路比較發達 大家討論一下就知道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以前那個時代 可能就算真的有狼師 大家也比較不願意 不敢或不知道 怎麼去開口 就想說老師對你很好 你也不敢說NO 想說可能會特別關心或照顧嘛 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 像我們在上課的補習班 我們都會簽署一個就是 下完課之後 就是學生傳訊息給你 你也不能回 我們是有這樣子的規定的 所以同學們你有聽過說 師生戀 還是你們自己有師生戀的經驗 有嗎 就是多少會有一點仰慕的心情 可是通常就是不會有發展 就是你就是會在他生日的時候 寫卡片給他 然後送東西給他 可是也就這樣而已 這心情是什麼啊 你看到這樣子 你會想要想要想要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對高中小女生來說 老師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職業 然後加上他只要講話幽默風趣 然後就是 就外貌就是OK就好 就會有很多小女生 等一下 你講到外貌就是OK就好 為什麼要看著我看我眼 我以前也不是長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對啦 我是覺得對高中小女生來說 其實是真的蠻 蠻有吸引力 而且就是因為同年級的男生都很笨 然後你不會對同年級的男生 就是有點興趣 然後所以就會轉移到老師身上 敏潔 像妳 你有遇過老師追妳嗎 沒有 我去學校都素顏超醜的 就完全不會有任何人想追我 對 然後其實 我就是完全對不贊同師身戀 然後我自己也是不可能 那你們去選補習班的時候 會選比較帥的老師來上課嗎 當然啊 就是既然都要學習了 那挑一個順眼的 靖虎 所以這種你不會挑 等一下 我一個班七百五十個 我們男校其實有 但是呢 大家不會做出太激烈的行為 就是譬如說那個老師很真 我們大家可能就會做到很前面 然後就 就是盯著他看 然後頂多下課說 剛才老師怎樣 就是私底下討論在自嗨而已 我們實際也不會做出什麼行為 而且你到男校之後 你的那個標準自然會降低 真的 好哀傷的故事喔 詠勤我看到妳點頭了 是怎樣 你知道生了女兒 你知道會很擔心這樣的情況 沒錯 對不對 所以要提醒大家呢 如果遇到這樣的老師 記得喔 一定要告訴爸媽 老師不見得每一個都是好東西的 這樣說就這樣 對 我們大部分老師都是好的 你知道 素大有枯枝 人多有白痴 但是呢 我們今天找到了三位補教民是來到了現場 OK 我們當然請他們秀一下 好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看看 大家有什麼樣的獨門絕招呢 休息一下 有一天晚上 我睡不著 那睡不著 我就起來打開電視 轉到我最喜歡的頻道 我轉到了Discovery OK 我轉到Discovery Discovery那天在做什麼 非洲草原動物的生活 那個鏡頭take到一隻獅子的身上 然後獅子睡到中午才一起床 看一下手錶 嗯 中午了 就在這個時候 一隻鹿從獅子的面前跑過去 獅子突然發狂的去追那一隻鹿 我突然在想啊 獅子為什麼要追鹿 他肚子餓嘛 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吃它 獅子要吃鹿 獅子吃鹿為了幹嘛 沒有吃午餐啊 我突然發現了獅子要幹嘛 獅子要吃鹿 獅子吃鹿是為了幹嘛 為了一次的午餐 我突然發現了 獅吃鹿一次午餐 獅吃鹿一次午餐 剛好四七六一四五三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吃鹿 來賓請掌聲鼓勵鼓勵 吃鹿 午餐 這樣有錢一點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交出嗎 開玩笑這是精華耶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七年前影片 感覺起來 呂教老師這七年來過得不是太好 好 我們來調查一下 這個叫成長 不是 同學們 看到老師這樣子的演出 你們還會繼續找報名費的圈叉 喂 你看 是不是 我們大家有之一頭 我跟你講喔 剛才是舉金C好的 就所有人都要拿叉 對不對 他們是真心話好不好 來 我們重開一次 你覺得這個 你會繼續找報名費 你這很愛面子 你們都是社會組的喔 都是社會組的喔 那請舉牌 好 賣你一個面子 OK 好 我們歡迎呂教老師 不是 請問不能用C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專業品質正能量的電視台 你不能用C的啊 對嗎 那你當年那個 有沒有一些什麼絕活啊 在教課方面 沒有 我們的舉手投足都是個絕活 光是一個眼神 學生就會專心 這樣就可以專心是不是 你給他講耶 來啦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真的請到了 我們這個台灣的物理天王 朱老師 還有美女老師劉靖 還有呢 我們說從補教業轉戰政壇的 我們的高鴻安 我們請他來秀兩招 老師有沒有辦法招生 就看盡道囉 朱老師請 這個首先天王不敢當 對 那 因為物理的架構比較龐大 就是可能要學了好幾年 才會有一點點這個成就 那今天就簡單的做個實驗 物理就是一切事物的道理 所以不需要太複雜的教具 我手邊只有一個比較厚的這個什麼 A4紙 A4紙 對 那一個衛生紙 那我把他們同時的釋放 OK 那可很明顯看到他掉落的比較快 為什麼 這個書掉的比較快 為什麼書掉的比較快 好 台大同學回答 因為比較重 比較重 對 好 銀針回答 比較重 其實他們的答案是標準答案 就是2000多年前 亞里斯多德也是這樣認為 老師我要退錢 這個答案我也知道 當然他比較重 不然呢 先聽後續 對 那其實比較重的東西掉的比較快 是有原因的 因為空氣阻力的關係 因為空氣阻力它有個特性 會隨著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這個東西 它在釋放的過程中 其實通氣的阻力會同時出現 那它本身的重量比較大 所以它的一開始加速的過程中 速度增加 那空氣阻力會隨之增加 可是空氣阻力也不會無限制的增加 它會一直增加增加 增加到跟這個物體的重量一樣大為止 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一開始它加速嘛 那加速的時候 一開始阻力比較小 所以它的速度增加比較快 那速度增加的過程 阻力是不是同時也增加 那重力跟阻力方向是相反的 那我們都知道合力勒 就是重力減到阻力嘛 那導致這個物體的加速度會慢慢的減少 那物體的加速度減少 可是速度還是在增加 只是減少的比較慢 總有一個瞬間 主力會跟重力達到平衡 那主力跟重力達到平衡 合力就是零了 這個物體就會維持等數增加 那我現在再把這個實驗重做一次 好 但我換個方式 等一下 剛剛那一段聽起來都是中文 但有聽懂的請按圈 不好意思 台大同學跟輕大的同學 因為你們今天請到 全部都是社會組的東西 所以台大跟輕大五條五 但讓我再扭轉一下 其他的社會組都不是聽得懂 讓我再扭轉一下 對 那我如果把這個衛生紙 放在這個書的上面 OK 這個正式播出的時候 可以用慢動作來看 全世界掉了最快的衛生紙 剛剛呈現在你們的眼前 為什麼 就能同時掉下來 你眼睛現在瞪得比我還要大顆耶 你當初應該來上我的課 你就不會繼續選社會組 那個喔 那個擋住了喔 哪個 哪個擋住 主力 你們其實應該都有看過一個實驗 如果在太空當中 把一個鐵球跟一個羽毛 同時釋放 是不是就同時落地 因為沒有空氣主力的存在的話 這個物體咧 就會以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 一直持續的加速 跟它本身的重量就沒有關係 所以我剛剛把這個衛生紙 放在這本書的上面 其實主力都是這本書在承受 掌聲鼓勵 是 謝謝 各位 我們謝謝朱老師 OK 好 我們等一下殘酷大討厭 要給老師評分 好 接下來呢 就是男同學很期待的 劉靜老師了 聽說劉靜老師呢 會有一個 不同的方式來教數學喔 今天各位 各位生 就是非常的剛好 這兩個是可以約分的 對 就變X-Y 對 好棒 如果可以約分就約分 不行就無所謂 因為有時候不能約分嘛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寫X-Y 剛剛說歐的 我有練過書好不好 好 等於 這個時候 因為是直線方式上的點 所以你隨便帶點進去 都必須對的嘛 所以隨便選一個點代入 誰 幸福二天 10 好 10跟14 那我們就帶10 14 就會變10-14 14-4 這就是直線方程式 好 掌聲鼓勵 對 老師 為什麼 你會想要拍MV啊 我覺得音樂跟數學 就是不只 可能不只音樂 我自己也就是會畫畫 或是玩樂器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音樂跟數學 或是其他的 我覺得做結合都可以讓 教學上比較不會那麼沉悶 然後會比較有趣 很多的漏洞存在 老師 什麼叫數解法 就是比如說 啪啪啪兩秒答案出來 啪啪啪啪三秒答案出來 啪啪啪啪啪啪 日本人走出來了 OK 那我們這麼說 這邊會剪掉 這邊會剪掉 日本人為什麼會走出來 什麼樣的數解法 就是它很快 可能3秒5秒 這一題你就解出答案了 那我們必須得承認 數解法 它是針對某一種題型 或者是針對某一種方程式 它是有漏洞的 但是這對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很迅速 很快很好用 我們就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座都是社會主的 來 我們說 我們在歷史考試裡面 有一段很重要叫民政 就是台灣政家時期 來 政家來台灣分三代 哪三代 鄭成功 鄭金跟鄭克爽 那我常跟學生講 鄭成功沒成功 鄭金不鄭金 鄭克爽很不爽 來 鄭成功來台灣 其實只有四個多元 他就ㄉㄨㄞ了 所以他有沒有做很多事情 沒有 來 政府 鄭成功來到台灣 只做幾件事情 幾件 三件 大聲一點幾件 兩件 OK 來 拿兩件 來 第一 他劃分台灣的行政區 所謂的一府二縣 乃府 陳天府 縣 天心縣跟萬年縣 剛剛誰差一點回答 一府二路三猛假的 來 第一個 他在台灣劃分行政區 來 第二個 鄭成功還做了什麼事情 他帶著三十萬軍民同胞來到台灣 那來到台灣之後 台灣當時農民很少 所以民以食為天 他只好叫軍隊自己去種田 所以他做了第二件事情 叫做軍 軍臀 OK 來 鄭成功他就掛了 所以鄭成功沒有來過台北 之前有人說鄭成功來過台北 我都想問他坐高鐵上來的嗎 OK 來 再來 鄭成功掛掉之後 由政經繼位 來 政經 不政經 但是你不要小看政經 政經是台灣 政家三代裡面做最多事的 因為他來台灣最久 台灣的經濟命脈在哪裡 在貿易 所以政經 第一個他恢復台灣的海上 海上貿易 我們說往北找到誰 日本 往南 進入所謂的南洋群島 當時整個南洋都是我們的貿易場 海上又找到英國願意跟我們做生意 但是問題來 他們兩個互設商館 但是成效不彰 放棄中國大陸了嗎 沒有嘛 大陸畢竟離去我們最近 但是當時大陸要不要跟你做生意 沒有 為什麼 康熙當時頒頒布所謂的千界近海 沿海三十里片甲不得入水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跟他進行走私貿易 門對門 金門對下門 不是前門對後門 那是警衛 OK 我們說第一個 政經恢復台灣的海上貿易 再來 政經做了什麼事情 正所謂 漢文化移民來台就是政經 包括我們說在台灣辦科許 再來 蓋孔廟也是政經 來 第三 政經還做了什麼事情 來 趁經趁著中國大陸爆發三繁之亂時 出兵中國大陸 來 最後 最後 政經在台灣蓋了我們所謂的 全台所學的孔廟 來 當然政經做了很多事情 問題來了 政經他這紀位總共在十幾年之後 他也掛了 換誰紀位 換政客 政客爽 來 政客爽很不爽 為什麼 因為政客爽沒多久之後他就亡國了 但是你不要小看政客爽 政客爽做了台灣政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哪一件 投降 來 雙方經歷了最後一場 澎湖海戰 來 澎湖海戰 中國大陸派出了師郎先發主頭 台灣派出了劉國軒應戰 六局上半 劉國軒一顆偏高的直球 被打到拳壘打牆外 台灣被提前結束比賽 來 如果你去考試的時候 我說台灣政家考題通常有兩種 第一個 就舉了一個人問你他做了什麼事情 第二個 舉了一件事情 問你是誰做的 A 政成功 B 政經C 政客爽 D 政宏儀有沒有 OK 那另外就是舉了一個人 跟同一哥有什麼關係 跟同一哥有什麼關係 為了錯選項 OK 那另外就是舉了一個人 問你他做了什麼事情 那這種題目通常在考學測的時候 學生是最討厭的 因為學測沒有副選題 可是這種叫類副選題 就是A 這個A 夾以柄 B 以柄D C ABCD αββ 那一種 那這種題目如果你要拿到分數 你是不是全部都要會 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 你就不用花錢來上理解的歷史課了 我們只要畫兩條線 答案就出來了 來 鄭成功指做幾件事情 兩件 劃分行政區跟軍團 政客爽指做一件 投降 其他通通丟給政經 這樣會行嗎 恢復海上貿易 政經 跑到日本去 政經 跑到南洋去 政經 跟英國做貿易 政經 並請掌聲鼓勵 真好快 好 剛剛對於這個旅節內容 你會覺得怎麼樣呢 靖虎 講太快了 講太快 聽不懂 同學 同學 曹操 曹操非常喜歡關語的 不是 做虎 那不是這一段啊 做虎 龜山嗎 龜山哪裡知道 桃園 OK OK 還不錯耶 他把你的套路都學起來了 老師教得好不好 問同學最準了 同學們來 請寫下真實的答案 你喜歡哪個老師的教法呢 有一些講廢話的老師 你喜歡嗎 好 有真的教到重點嗎 請大家一起寫出來 好 你喜歡哪個老師 哪個老師呢 讓你覺得花錢 是花得值得的呢 好 請翻過來 呂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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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面子是不是 沒有 我們剛才有說好的 但我們要平反一下啊 所以呢 劉堅老師 朱堅堅老師 你們要平反一下 怎麼樣 有輸他嗎 其實我們今天來 這陸字堂影 先天的優勢就輸了 因為在座都社會組的同學 劉堅老師 我其實對同學們就是的 評分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主要是 我覺得像速解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必要存在 主要是因為 就像我們背公式一樣 我們證明了很多 然後最後把結論背起來 為什麼要背公式呢 因為這公式太常使用了 沒錯 那所以速解的存在 就有點像公式 我們把 當然如果是速解 我會在上課的時候 證明給同學看 然後告訴他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一樣就有點像推導公式 不過現在很多大學生 有講說那我畢業之後 我到底要不要出國念書 我有沒有辦法培養 我的國際觀呢 我怎麼樣要視野更開闊呢 還是我要直接就業呢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討論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念完大學之後 我到底要不要出國呢 我們來看到很多科技的人才 其實有分 海龜派跟本土派 就是海龜跟土基 你到底要不要出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很多科技業界 就分了兩派 大家會知道呢 這個曹新成呢 好 就是這個 本土派的部分 那可能這個 張宗某呢 他就是海龜派的部分 那當然呢 現在很多人就說 我們各自有所發展啊 那到底哪一派比較好呢 你知道我們說 不管是海龜派 還是本土派 團團很有貢獻 但是如果真的是海龜派 真的會比較有國際觀嗎 洪安 你當時是到美國去念書嘛 對我到美國去念 機械博士 對而且我是唸完資訊工程碩士之後 是跨到另外一個領域 是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的國際觀的建立 當然我們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 但是出國留學是一個把你自己放到那個文化裡面的中心 同時呢 因為我那時候留學是美國 美國其實算是一個文化大龍爐 所以我們去到美國 不是只有跟美國的同學互動 其實還有很多是包含印度啦 菲律賓啦 日本啦 越南其實有各種不同的學生 所以當你今天在這個地方 你被迫就是要在這裡念書生活的時候 你就會跟這些人有密切的 就是很多的一些交換思想或觀念 所以我覺得像這一類的話 當然在當地來講的話 就是你的國際觀是最快可以培養的 這比起你看美國影集或者是看 就是出國去玩或者是遊學 來到更深刻 那當然我覺得第二個對台灣一個很重要的未來的觀點 是在於人脈的建立 因為像我自己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包含念托福或者是GRE的時候 其實我就發現我們補習班的時候跟我們說 哇現在學生都不太愛出國 所以呢我們到了美國之後 其實我們美國機械的老師也跟我們講說 以前台灣的學生比例是高的 但是最近幾年開始台灣的學生越來越少 像機械系就只有我一個 所以他那時候就說 如果未來這些台灣在美國的這些人脈都不見的時候 那其實對於台灣的競爭力是有點落差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說海歸派本土派哪一派比較好 而是我覺得兩派其實都要並進 比如說海歸的部分可能在國外留學 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台灣的學生 可能願意往國外去念書生活 甚至到最後願意回到台灣來貢獻 我覺得都是很好的 比如說你現在 學生跟你講他想去中國念書 想去拿中國學歷 然後跟他有選擇的話 如果要去中國或去美國念書 或去日本念書 你會建議他去哪裡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不一樣 其實大概十幾年前 那時候去中國留學的學生是非常少 但是最近五年內非常非常多 因為對愛跟我們搶人才 可以利用我們台灣的大考的成績 直接去申請 那競爭激烈到什麼地步 我有學生就是 推這個學測成績可以上台大化工 但拿相同的成績去申請廣州大學是失敗 失敗啊 失敗 台大化工已經很厲害 它是關係不好嗎 並不是…就是真的競爭很激烈 這個事情大概就發生在兩年前 代表那個時候真的是有一批 真的是要去前進大陸的 而且跟政黨色彩是沒有關係的 我本來以為可能他家長是生懶或什麼 問他沒有 其實是生綠 他就想要訓練他 帶他去努力一下 真的覺得那裡的大學真的比較好 真的就是這樣子 當然相對的啦 我不能否認中國的學生真的 在我們自然的這一塊 就是實力真的比較強 因為他們做的訓練什麼都不一樣 但是我要跟一個學生就是 說個抱歉 這大概也就是一年前的事 他就是同時申請到台大電機 跟香港理工大學 那來問我 我強烈的建議他去香港理工大學 然後就遇到反送中加疫情 對…一去就遇到反送中 那後來又是疫情的問題 結果他又回來了嗎 對又回來了 那等於是一切都要從頭再來 你害他擺走一圈是不是 對 就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 那所以現在你在問我的話 我會就是比較不支持 因為就是疫情的關係 那之後後續的變化 搞不好他們會因為疫情 國力下降的讓我們反而上升 也在台灣其實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宏翰像你拿美國的學歷 你會建議比如說可能是 比如說你們家族 你的表弟 堂弟 堂妹之類的 到中國去念書 還是到美國去念書 就撇開政治嘛 撇開政治… 不政治的講的話 還有就是疫情的問題 這兩件事情 如果先拿開來看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 其實中國的留學跟 不管歐美留學 或者甚至像剛剛講 東南亞留學 其實我覺得都各有各的好處 我們不要說看中國 好像大家很怕被統一 或者是很怕過去 就被思想武裝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其實中國的留學生來講 有一個好處是說 其實在語言跟文化上來講 對於這個留學生來說 他到那邊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有一個 馬上被丟到一個很陌生 又要完全英語環境的一個情況下 所以也許有一些留學生 他的選擇會是在中國是 他可能相對來講 比較負擔得起 而且對他來講 這外語能力 可能不是要求這麼高的情況 那第二個有一個好處是說 其實中國的這個大學 其實他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 什麼北上廣生 然後比如說像是 清大或者是像上海交大 其實那裡面的人才 也是一萬中懸疑 就是你知道 這是中國人口如此大大 如此的多 那大家選出來的 在這個環境裡面的 肯定他的這個精英的人才 比例是相對很高 所以像我們以資訊來講的話 像AI或者機器學習 我們在全球的這個 國際的conference論文裡面 其實中國的論文的比例 已經算是蠻前面 就impact factor高的 其實中國的產出也是高的 所以如果你以這樣的 舉例來說的話 其實你看中國留學 也不失為一個選項 但我要講的是說 當然政治跟疫情 撇除的情況下 如果學生來跟我講 我一定會把我想要 就是我認識的中國的留學 告訴他說 其實你也是可以考慮 只是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 當然這個未來還很長遠 我們也要想說 有沒有給自己一段話呢 跟老師要給未來的孩子 什麼樣的話呢 好 澳天 要給自己什麼樣一段話 跟現在年輕人 我覺得就是趁著自己 還有能力跟時間的時候 多多發覺自己喜歡什麼東西 然後不要害怕犯錯 跟累積自己的生命經驗 就我覺得每一個生命經驗 都蠻可貴 然後你犯了錯也不代表 你這個人就失敗 而是你今天犯了一個錯之後 你怎麼去詮釋這段錯誤 然後藉由這段錯誤去成長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養分 詠勤 簡單一點就是把握機會 就是不要怕 有勇敢一點去做 就是堅持跟不要臉 跟堅持不要臉 對 堅持不要臉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學生 還有犯錯的機會 現在好好累積經驗 跟培養那些技能 出社會之後 就比較好銜接這樣 靖虎呢 我覺得現在就是 做你想做的事 趁你還有年少輕狂的感情的時候 盡量年少輕狂 好不好 未來的事 未來再來煩惱 你怎麼那麼老成啊 尹真呢 因為我花了蠻多時間 談戀愛上 所以我就覺得 我想要告訴大家 就是不要被戀愛耽誤 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沒錯 對 就是想做什麼就去 然後不要管他 不要被戀愛耽誤了 真的 好 那敏捷呢 多看看趁自己還有 年輕的體力的時候 多往前走幾步多學習 下孩子那麼老成啊 那老師們 妳有什麼話給學生呢 我覺得就是 大家要跟自己比較 也不要先問別人家裡 譬如說很有錢 資源很多 或是怎麼這個 好像沒在念書 就考一百分之類的 對 我覺得就是 即使你不是天才 那就當地才 對 保持正能量 周老師 就我的觀察 現在的學生 真的就是因為 資訊太豐富 反而他們失去了焦點 我想奉勸現在的學生 就是敬業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你當一個學生 你的職業其實就是學生 要很敬業的去面對這一塊 克服你所有外來的誘惑 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課業上面 培植自己的實力 這才最重要 縱使你不知道往後 你要走什麼樣的路 你的目標是什麼 先讓自己有實力 以免機會來的時候 你抓不住 公安委員 人生歪樓的持續這樣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什麼話 給現在年輕的孩子 正在讀大學這些零零後 我覺得對於現在的孩子來說 其實他們的未來 是非常艱巨的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其實未來 一定會是很多跨領域的技能 要急於一生 你今天可能是一個專業 以前我們都吃得通 可是現在已經是 比較開心 甚至是更多斜槓的人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學生時代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非常的奢侈 你可以去探索很多事情 是 在探索的過程當中 找到自己的興趣跟專長 興趣就是 像比如說 胖虎要開演唱會 你今天就是 你開演唱會的時候 大家都不願意來 可是你還是很愛心的唱歌 講到胖虎的時候 又看了我一眼 沒有 還有一個是專長 專長就是呢 像今天你今天 比如說呂杰老師講課 大家就願意付錢 請他來講話這樣 這就是專長 所以你們要去努力的探索 去找到專長跟興趣 最好能夠結合 那這是你的人生的 幸福方程式 那學生時代 是最適合做這件事情的 是 這所謂戀愛是好事 讀書是正事 不要因為好事 壞了你的正事 但如果好事跟壞事 你都可以兼 好事跟正事 你都可以兼顧 你是上等人 而當好事跟正事 你沒辦法兼顧的時候 選擇就是一種智慧 好 所以不要說 現在這一代的孩子很幸福 你不是現在這一代的孩子 所以你不曉得 他們在想些什麼 你也沒有要幫他們走 他們要走的路 所以接下來 所有的年輕孩子們 勇敢的往前走 找到你們自己想要的 不要後悔說 我那個時候談戀愛 我那個時候 花太多心思在哪裡 不要怕 因為每一步 都是你接下來 未來人生的養分 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 上帝關起禮善門 祂就會幫你開禮善窗 只是上帝常常開開光光 開開光光 你也不知道他選什麼 但是所有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沒錯 藍家新聞 我們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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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